但经过一个晚上后笑不出来了 和同样被列为被告的 微经集团主席沈沁金 以及吴姓助理都遭生压禁件 被关在法院居留室 准备等开羁押题 简联展开大动作搜索 且提出生压 关键就在查处应小威 涉嫌收回4500万 为沈沁金当签线人 应小威疑似接获密报 27号中午突然到桃园机场 准备搭机飞香港 但遭禁管无法出境 他疑似异想天开 南下他认为管制较松散的 台中清泉岗机场 殊不知禁管系统全台连线 廉政官紧急具体带回 据了解 沈沁金早已收到9月5号的传票 也和律师团杀盘推演 你好声明 但简联提早行动 杀得他措手不及 就算议讯时咬出北市府官员所会 也被认为在模糊焦点 为了安全下状 沈沁金砸百万 聘请王牌律师团 包括曾任北检主任检察官的 胡元龙 以及曾任高检署检察官的岳芳如 但如今能否交保都成未知数 简连突如其来的收网 关键人物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最快也将在周五遭到约谈 三烈宣传节还明成 听录音小组太别不好懂